那有的时候我想这个事我也想不明白 社会很混乱啊 资产阶级也不行 无产阶级也不行 这个全民所有制的这种 其实也算无产阶级 这无产阶级是一部分行 一部分不行 法官问我是谁 我就问律师 我说我能说吗 律师说这个可以说 就跟那个以前小沈阳演 那个春晚里那不差钱的 那个台词一样 而且我也从 而且我是一个从头到尾 都告诉大家不要改变社会的人 对吧 我的思想啊 在当今社会是最健康的 好吧 我自己天天干的什么 不就是忍气吞声的事吗 然后你们还说我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今天可以回家了 好惨啊 呆了十几天了 十五六天了 终于能回家了 能回去过一个中秋节 今天三亚天真好啊 这是为了欢送我嘛 头几天一直都下雨 估计可能得坐今天晚上最后一班飞机离开这儿 因为还有几个交接单要签 过几天还会来 再来一次交付啊 三亚的风景还是不错 刚才刚出完停啊 在线出停 因为我在外地嘛 所以这出停的时候 就只能电子出停了 法官给发了个链接 接到那个庭审现场 提交证据 就是你手机上的证据 它必须让你在手机上播出来 保证你的手机是和原始手机一致的 所以说怎么说呢 还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第一次那律师让我少说话 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法官他问你你是谁的时候 我就问那个律师 我说这个是这个能说吗 他跟我说一句话都别说 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结果法官问我是谁 我就问律师 我说我能说吗 律师说这个可以说 就跟那个以前小沈阳演 那个春晚里那不差钱的 那个台词一样 挺好玩的 那个退休是吧 退休的那个政策出了 延迟退休三年 男性是63 女性是58是吧 比想的要好 但是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社保要交满15年 延长到交满20年呢 这个就不太美好了是吧 就我感觉有的时候吧 你这政策有点棋派呀 你倒不如延长三年 你社保你也延三年不就完了吗 那叫合理啊 你延到你延五年 真是想不明白 你想你延三年拿退休金 我保不及你这个 你也不一次弄到位 你就说延直接五年是吧 直接五年人民群众受不了 是吧 三年还好 但是但是说句实话 你也不知道以后 他会不会有新政策接着延 你说社保要交满20年 那应该 他也是阶梯式的 不是同步的 所以你说并不影响现在这些人 你说现在就像我们这些15年交满了 对吧 到我们退休的时候 他也是阶梯性的往上涨 他有些政策是30年之后才实施 所以好多好多东西 说实话咱也看不明白 就知道肯定是被算计了 对吧 然后咱说回这个律师 今天开庭的事 这各位知道 因为我们跟城头 还有一家这个总包 不是有欠款的官司吗 也是做项目不给钱 你像这种项目 一般它是两年到三年之间 你一定要起诉 你再不起诉 就等于你没法起诉了 所以我们也属于 接近两年的时候 起诉了城头 这个财经集团和这个 总包 因为他们老不给钱 就这么个事 然后其实我也发现了 但反正收费贵的律师 他确实比那种 你像我之前那个律师 这三千块钱帮我解决 这个汽车划痕的这事 这律师他不行 他不专业 他什么官司都打 这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他不专业 你们其实真的碰到 在社会上 在中国社会碰到问题 一定要找专业 对口律师 真不是什么律师都行 你看我那个律师 就是逼着我 撤诉嘛 他也没辙了 一开始就让我修车 结果人家法官说 你这车都修了 我怎么知道 他是试着磕的呢 你没办法呀 其实就是如果有 陪审员制度的话 就跟美国似的 有几个陪审团一看 他们一看录像 因为有监控嘛 监控上的比较明显 一看就看出来了 那法官他不认呢 他主观影响就判断 他觉得他不认 他觉得不行 我跟你说主观 那个法官怎么想的 他想的就是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吗 对吧 然后呢 刚好昨天我看视频 就是讲那个同论中 就那个那哥们 无产阶级革命者 那个然后老打官司 就打这种企业的官司 纠纷官司 然后我就想 这个他是自己打 他没请律师 等于他个人和对方的律师 去对着干 挺牛的 我就想 就是你现在年轻人 真的 你说他真的有这种 无产阶级的信仰 确实挺了不起的 但是我看那个 王菊昨那视频 王菊的思想跟高度 果然不愧是 新闻记者出身的 是吧 他想的还是挺深刻的 真的你 打这个官司 输了人生 有这个必要吗 对吧 有的时候我也会想 这种事情 你像我碰到的情况 对吧 好多事说一说 你不行 你看你能怎么办 对吧 你难道不要这份工作吗 难道你不结账吗 对吧 多少能拿回点钱了呀 而那个 同志中 他真的是 跟 跟企业干到底 他干几天 你让我加班 我不加班 你要是 把我弄离职了 你就得赔偿我N加E 对吧 真牛 等于你才干一 才干那么几天 还能拿个N加E 这一般的 人 员工 不会 因为现在工作太难了 星期六上班 怎么了 你像我这个 我操都好几个六日上班了 不是一样吗 我敢说 我操 里边六里边天 我不上班吗 我也不敢 来给你算公司 又不让你白干 对吧 反正 不同的人吧 看不同的事情 角度不一样 但是王菊 那个视频 你说的挺对啊 大部分人 疲于奔命 有工作 比什么都重要啊 你说当今 这个时代 主要还是就业 就业太难 你像那个 同志中 他还属于比较年轻 我觉得他怎么样 都还有机会啊 你像他做U战 肯定会很火 你像我这种 默默无闻的 大部分的 普通老百姓 被资产阶级剥削的 是吧 得更多的时候 用这个情 用理来安慰自己 而不是说用法律 真的是这样 然后你说 好多时候 你像我碰到这种 各种各样 不公平的事 咱也就是U战上说说 是吧 咱也不敢咋样 说到底 人家还给你发钱呢 你还能说啥 对吧 不就那么回事吗 但这老板 我总说嘛 人家N加1 钱东西都已经给过我了 对吧 发了七个月工资 我也没打上班 但实际上 我跟公司工作了 也就是五年 对吧 四五年 能给个七个月工资 可以了 虽然中间也有些 大大小小的事吧 但基本上 对我来说 劳动强度不高 大部分时间 我都在瞎嘚瑟 所以这老板 怎么说都还行 你们说的对啊 以后我肯定 不会这么看了 就是你踏踏实的 干一天 拿一天钱 对吧 没那么多事 哎 现在太难了 你像这些小公司 你包括统论中 告的那些小公司 那些老板 我说实话 现在比他还难 哎 咱都不说什么 资产阶级 还是无产阶级 我跟你说 他们他妈都 全社会都是无产阶级 哪他妈有资产阶级 对吧 你说了 除了公有制企业以外 对吧 公有制企业 可不是资产阶级 同志们 那是国家的 大家的财产 除了公有制的 全民所有制的 其他的 那就统称为资产阶级 你们说对不对 按照现在 这个社会的分布 那你说实话 资产阶级 也在遭受着苦难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那资产阶级 是不是也不行了 那有的时候 我想这个事 我也想不明白 社会 社会很混乱 资产阶级也不行 无产阶级也不行 全民所有制的这种 其实也算无产阶级 这无产阶级是一部分行 一部分不行 那还是无产阶级的分配 不平衡 你怎么把国有企业 还有这种分给老百姓 你知道吗 你说你们这些资源 垄断型的行业 怎么能更多的向老百姓发放福利 你比如你这个电网 你赚钱 你能降降电费 是吧 你这个用天然气 对吗 你进口天然气 你从美国买天然气 不是最便宜吗 可见从美国买 你这老毛子的那天然气 好像还没美国便宜呢 这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 这社会很怪 嗯 真的咱真的是朴实的老百姓 一直被收割 就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但你都有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到底被谁收割了 但是但是说到底 反正日子过得不好 对吧 日子越过越不好 这是真的吗 哎 有的人老说像我这种 天天犯牢骚的 怎么怎么的 还要说党怎么不找我的 我的视频 没有一起跟政治相关的 干嘛找我呀 你找我聊啥 对吧 说砍摔就要党 就被党找 这不是谬论吗 那跟党有啥关系 社会变摔 它不是不是党的问题 对吧 那是社会问题 对你这矛头直接就下指 容易影响自己 对吧 我这话说难听点 就是 矛头不要乱指 那还指不定指到谁身上呢 我再重申一下 咱们的视频题目 绝对不掺和任何政治信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我所描述的问题 都是社会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那是因为个人的思考 每个人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 有人觉得是政治问题 那你们自己去解读 我从来不认为它是政治问题 好吧 跟政治没关系 都是社会问题 而且我也从 而且我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告诉大家不要改变社会的人 对吧 我的思想在当今社会是最健康的 好吧 我自己天天干的什么不就是忍气吞声的事吗 然后你们还说我 我就不说了 我真的 我绝对不会摆脱这个社会 然后也绝不想改变社会 而且我也希望社会能够和谐继续的继续下去 真的有的时候 刚才我想起个事 咱们不聊这些了 这些我觉得没意思 刚才我们的律师跟我打电话 说庭审进行的还不错 反正我觉得这些事就是帮老板 这都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想让他被人欺负 企业之间的这些债务问题 刚才又胡聊了一些什么 都别当真 都别当真 我这是人很随和的人 我不想把矛头指向谁 你们说我就说了 我不会怎么样的 真的 你骂我就骂了 这上流言自由 优战就是特点 自由太自由了 不多说了 那我庆祝一下吧 因为今天律师打官司打得还不错 我自己那划车的官司 太小的钱了就算了 我这老板100多万的项目 卧槽 这还钱100多万呢 他都拿我钱来 我真的我高兴 就他妈那个 那个被告有多坏 卧槽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 好啊 好啊 感谢观看